纳瓦罗透露川习会细节,美中关系是上首次全球瞩目的川习会出人意料的达成90天休战协议。 美国白宫贸易与经济事务顾问纳瓦罗日前对媒体透露美中两位元首面对面的敲定协议的每一个细节,这在美中关系上从未发生过。 广告当地时间12月4日,纳瓦罗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实在上的说川普特·朗普总统成功的吸引了中国共的注意,他表示此前的政府也这样做过,就贸易问题和北京做出交涉,但北京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也没有落实行动。 现在是时候解决美中贸易矛盾的问题了本届川普政府的心态,总统的领导力和专业力都很不一样。 纳瓦罗说,另外川普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非常好,这也给磋商提供了有力的砝码。 纳瓦罗还透露,刚刚在阿根廷结束的川习会不同寻常,他说晚宴的前半个小时到45分钟,两位总统面对面的敲定协议的每一个细节,这在美中关系上从未发生过美国财长。 姆努钦也向外界透露,这是中国首次旧结构问题和非结构问题,拿出来一个很长,具体的回应,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他们做出的承诺。 姆努钦12月3日在白宫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与此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在记者会上透露再举, 请晚宴前他与中共副总理刘鹤私下会面了两次,同行的还有姆努钦以及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但在12月1日进行的第二次会面中,刘鹤直接表示我什么也不说。 乐习主席会出面说,库德洛趁这太不寻常了,他们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川普总统,纳瓦罗,认为美国通过施加关税,终于让北京开始正视这些不公平的贸易问题, 其中包括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盗窃对于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中共,对于国有企业的大额补贴,高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这些都是北京此前一直声称绝对不能谈的结构性问题。 川习会于12月1日晚,在掌声中结束随后白宫发布声明趁,这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并宣布明年1月1日但不对中国产品增加更多关税,而中国则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包括立即购买农产品,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展开谈判。 自12月1日起期限是90天不过中共官方发布的声明,比较简短并未提及结构性改变,以及90天暂停期的信息,评论人士恒和分析,说北京低调处理这次对美谈判的让步,是因为北京确实做出了实质让步,但未来90天美中的谈判将会非常困难。 纳瓦罗表示谈判的结果非常明确,就是90天90天后,我们要看到中方实际的结构变化,要看到实际的,及时的,可验证的结果,他呼吁美国人民,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总统。 川普总统正在做近代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12月4日早晨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与中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在展开不过他同时说,如果9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他仍然是使用关税的人意,及贸易战项重新升温。 美国会提高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税税率,这25%川普还表示,当一些国家指中共截略美国的巨大财富时,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现在正在接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他还补充说,但是如果能够与中国共达成一项公平协议,这项协议完成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必须最终完成的事情,我将会很乐意签署。 事实上,贸易战开打至今,很多大陆民众已开始看清,贸易战本质上对中国百姓是有利的而对中共政权,才是不利的英媒路透,日前转文趁大陆民间企业界有一部分人暗暗支持川普,向北京当局施压并促其改革。 这些大陆企业家期盼大陆市场更自由开放,但国内无人能向最高层施压加速这方面改革,在他们眼里川普几乎成为北京高层,唯一的改革压力来源,中国改革派人士也都期待川普能成为刺激中国经济改革的外部驱动力。 在这场政协对抗中国计社会也都看清川普政府对中共的这轮贸易战不仅是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战,也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战。